好 在看完了生死短语之后呢 我们下面来看看课文 看课文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这颗书的题目 这个书题目 咱们在词乎中讲过 是一个习语 叫做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咱们说过 不能翻译成一个人的肉 把另外一个人给毒死了 这不通顺 也讲不通 这个meat在这儿 我们说了在古文中 就是食物的意思 我们说古文中饮食 叫meat and drink 这个meat就相当于食物 一个人的食物 他不能指这个男人的肉 如果人肉的话呢 不能用meat meat是表示吃的肉 在当代英语中 人肉得用flesh f-l-e-s-h he's my own flesh and blood 这是我的亲骨肉 这个人肉用这个 那么在这儿是食物的意思 古语嘛 因为这个谚语是古文传下来的 这个poise我们说了 叫极难吃的东西 所以放在一块是一个人吃的东西 另外一个人觉得特别难吃 放在一块就过有所爱 或者翻译成萝卜白菜 够有所爱 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表达跟他类似 叫there is no accounting for taste 也是一样 叫做萝卜白菜 够有所爱 这个account for 大家可能还记得 咱们以前说过 account 动词加for 可以表示解释 how do you account for it 你怎么解释这事啊 so there is no accounting for taste 就是人的口味是没法解释的 他爱吃酸 他爱吃辣 他爱吃苦 他爱吃甜 这个没法解释 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咱们不一定只吃饭了 就是人的爱好品味不一样 都可以用它 咱们看一个简单对话 看看用在什么场合 第一人说 why did she marry someone like that 他说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嫁给那样一个人呢 哎呀 这么好的女孩怎么嫁给那么一个 他为什么不嫁给我呢 怎么会嫁给像那样一个人呢 第二个人就回答了 well one man's meat is an enemy's poison 这很难说 萝卜白菜 够有所爱 或者这么回答也行 there is no accounting for taste 人的这个品味 口味 没法解释 有爱喜欢年轻的就有喜欢老头的 你一喜欢28 人就喜欢82的 有喜欢很高尚就喜欢很龌龊的 那每个人爱好都不一样嘛 你这个这个别较之情人眼里出西施 大家口味不一样 这个时候用它 但本文中确实是只吃东西来 这个人爱吃的 那个人就不爱吃 但是其余在生活中用的场合更宽泛 好 这是把题目呢 咱们先看一下 下面来看看这个第一段 第一句话 他说 people become quite illogical when they try to decide what can be eaten and what can not be eaten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前面是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的主句 就是人们会变得相当的不合逻辑 根本不讲逻辑 这个quite我们说了 一般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完全截然 这是截然不逻辑 这是不通顺 这是翻译成相当的 是第二个意思 既可以相当于completely 也可以表示very 在这是very 非常的 非常不讲逻辑 那么这个win呢 一直到巨墨黄颜色的 那明显是一个时间状欲从具 就当他们 试出要决定 决定什么呢 两个what引导的 你看画横线的部分 都是做decide的病运从具 牵套在时间状欲从具内部的 做decide的两个病内的病运从具 当他们决定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的时候呢 这相当的不讲逻辑 他根本没道理 我就爱吃酸 他就爱吃辣 照应的本文中 这个题目 够有所爱 这么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 当谈到 或当人们要决定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的时候 人们是相当不合逻辑的 我们有这么一个习语 就当说到 当谈起 当要做某事的时候 有一个小习语用的特别多 这个句子可以用 是哪一个呢 叫when it comes to when it comes to 注意这个to是借词 或我们家名词 或者动名词 就当说到 当谈起 当要做某事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百分钟带进去 当我们要决定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的时候 这人们相当的不合逻辑 可以变成 people become quite illogical when it comes to 注意 to是借词 deciding what can be eaten and what cannot be eaten 这个表达也是正确的 顺便记住 when it comes to 就当说到 当谈起 当要做某事的时候 这是个习语 这可以记住 另外这个不能 咱们再强调一遍 在书面语中 一定用连写的形式 不要用c in purity 这个p 用在口语中可以 书面语中用不正式 也不要把它分开 can 空格 not 那是口语中的强调句 you cannot do it 这个not跟前面can分开了 但只有联系到一块 这是书面一小时 这can not 中音在前面 好 另外我们看 eaten 老师读的时候 还有复习 咱们用了一个鼻腔爆破 eaten 但老师说过ten 还有den 读快了之后 顺鼻子就跑了 我们很快读一遍 eaten eaten 后面这词也一样 eaten eaten what can be eaten and what cannot be eaten eaten 读快了 这个t顺鼻子跑了 咱们说过 这个下面呢 他第一句话先谈这么一个观点 下面举例子证明是 你不信你看 if you lived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instance you would consider octopus a great delicacy 比方说吧 你要住在地中海地区的话 比方说 你可能就会把章鱼 看作是美味佳肴 你就爱吃这个东西 咱们同样看一看 这句话语法分析 前面这个黄颜色的 是一品导的条件状语从具 后面这个for instance 这个白颜色的协体字 是插入于 就比如说比方说 后面这个之后 从you开始到句末 这是句的主句 我们看到if you lived 那为什么一般过去试呢 大家发现这是个虚拟语气 就是一般人是不住在地中海地区 我假病人说 你现在住在地中海地区 那么你就会这么 会喜欢吃这个东西 这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 咱们以前讲过 if从具的虚拟 与现在事实相反 咱们if从具 用一般过去试 然后必动词都用or 主句中呢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型 你看you would 标准的虚拟器 这个在前面的课文中 17课中 咱们曾经讲过 今天是复习 一会咱们再会详细看这个细节 随着用虚拟语气了 中间for instance 比方说是个插入于结构 咱们下面就复习复习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if型的虚拟器 我们当时讲过 if型的虚拟 由于现在事实相反 与过去事实相反 但是与现在相反 if从具中 那么s大a表是主语了 if从具未动词 用一般过去试 必动词都用wore 主句中是主语了 后面未动词前 可以叫wore should could might it加动词原型 这是与现在事实相反 本文中完全无误 这个文化这一点 这点如果忘记 回去把第17课 这个视频或者笔记 咱们再好好看一下 本文中说的对 如果你住在地中海地区的话 你就会怎么怎么样 用的完全误 主句中用的是误误的 是对的 那么这个地中海地区 这个表示某个地区的名字前面 一般都加一个定乎词的 这是个规矩 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 Mediterranean The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地区 这个书中代言 这个地中海地区在哪呢 其实就是指欧洲南部地区 南欧这个地方 地中海当然也包括在下面 非洲的一部分地区 但英国在欧洲 他们做的地中海地区 就欧洲靠近南部 靠近地中海这个地方 一会咱们看地图 我们先读一下南欧 这个Saturn Europe Saturn Europe 这个Saturn 咱们在以前16克 玛丽有一头小羊羔里面讲过 南部的 这南欧的国家很多 但地中海地区主要是指这三个大国 第一个是Italy 第二个是Spain 第三个是Greece 也就是意大利 西班牙和希腊 这三个大国 它的面积比较大 它都处于南欧和地中海 相偏连这个地方 我们分辈本国家名字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 Italy 第二个不好读 不要读Span 大声嘞没 Spain Spain 还是A加B 再看第三个 Greece Greece 意大利 西班牙和希腊 咱们通过地图 可能看得更清晰 你看这是 Mediaturian 中间 这个就是Mediaturian Sea 地中海 下面我们看的是非洲 像Algeria 阿尔及利亚 像利比亚 等等的 Egypt 埃及 上面是欧洲 欧洲最南端 这个跟地中海相邻的 三个大国 这里面是Spain 西班牙 这是Italy 意大利 在这个地方是Greece 是希腊 如果你住在这些地区的话 那么你就会把章鱼 看得是一道美味家有 注意 在前面别忘记加定国词 The 表示地区的名字前面 一般要加一个定国词 咱们再多看几个 像近东地区 中东地区 远东地区 这也属于专有的 表示地点的名字 前面都要加定国词 The Near East 近东地区 近东地区 就包括什么 像什么北非 这个地区 中东地区 一般就是什么 包括伊朗 伊拉克 这个地区 而远东地区 就包括什么中国 日本 包括印度尼西亚 等等 这个地区 也比较好记 近东是离欧洲 比较近的东边 中东离得稍微远一点 中国那边离欧洲 是最远的东方 所以按照欧洲人的角度 特别是英国人的角度 近东 中东 远东 但前面都加定国词的 这就好了 后面那个比方说 这个简单 For instance 咱们写作中 也可以用for example 或者用拉丁文 eg 这个也强 也是写作中的 这种缩略是可以用的 李老师说 咱们在写作中 一般不用 peer s peer t peer d 这种缩写 但这种拉丁文的缩写 是可以用的 我分别读一下 for instance for example eg 注意这个eg 这两个点可以去掉 我不写这两个点也行 这两个点缩写符 没有它也行 像他们以前说公年前两个大写字母 b c 既孔b一点 c一点 也可没有两个点 直准b c 也是正确的 这比如说 比方说 那么you would 你可能会怎么样 consider 叫做把什么看作是什么 这是复习 咱们以前早就说过 consider搭配 可以用consider a b 把a看作是b 也可以用consider a to be b 可以加to be 我们再加第二个东西 当然中间那个to be 就be那个b b动词 to be两个可以去掉 直接可以跟consider a b 把a看作是b 就好了 这是复习 咱们造几个句子吧 说了半天 咱看能不能类似的 说一些好句子 如果你住在北京 你就会把豆汁 当作一道美味佳肴 外地人呢 他不爱吃豆汁 但北京人爱吃这口 闻着臭 喝着香 这么一个 当然老外一般不住在北京 我说假如说你住在北京 if you lived in Beijing 这用虚拟去了 你就会怎么 you would 虚拟去吧 consider豆汁 美味佳肴 咱们背一遍呗 好了 该怎么说 if you lived in Beijing 豆号 you would 所以怎么样 consider豆汁 a great delicacy 你可能把豆汁看作一早 美味佳肴 豆汁再加个r 就更像北京话 叫豆汁 豆汁 勾说到了这么一个 咱不一定都是美味佳肴 变化大一些 看能不能还立刻写出来 如果你住在中国东北地区 你就会特别喜欢滑冰 老传统 从小就玩这个 东北地区 大家回顾在第16课 玛丽有一头小羔羊 咱们讲过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它说是北东地区 英语中先说北和南 再说东西 我们再读一下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中国东北地区 你就会非常喜欢滑冰 怎么说呢 是不是可以说 你就会 you would consider skating滑冰 看作一个巨大的乐趣吧 不是把滑冰看作美杯佳肴了 而是看作a great pleasure 不就行了吗 试试看啊 if you lived in the north east of china 豆号怎么样呢 you would 注意虚拟去 would consider skating a great pleasure 不就好了吗 如果您住在中国东北地区 你就会把滑冰看作是一个巨大的乐趣 就是您会特别喜欢滑冰 这个结构 你看生活中拿过来就可以用 而且这个结构 咱们在新概念三册用过 那当然放心用了 谁敢说他错 肯定得枪毙他 那肯定说错了 新概念是不会错的 好 本文中是用了一个重要的举例子 比方说吧 你住在这儿你就爱试这个 举例子 举例子是咱们写作中必备的一个步骤 我们凡是写议论文 几乎都在举例子 拿出证据知识观点呢 例子是个好证据 我们看举例子 都有哪些用词 本文中用的是 for instance for example 这样的表达 但还有很多 我们经常用such as 或such like 这个都行 这个such as 有的时候把它换成like 都行 就是好像这个东西一样 像那个东西一样 但注意 这个such as 一般用在正式的书面中 那口语中呢 有时候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词like 像什么 像这个一样 但我们的写作中最好用such as 这个like呢 怎么用的少一些 看一个简单例子 people's ability to do the test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age sex and ethnic background 你看我举例子了 他说人们呢 那完成这个测试的这个能力 它会受到呢 很多因素的影响 哪些因素 比方说吧 像什么年龄啊 性别啊 还有它的民族背景 这个不同 他们完成这个测试 它的能力可能表现出 有差距不一样 这个such as 也可以换成 比较口语话的 就是like by factors like age sex and ethnic background 这些都行 顺便记住 这个民族的 不要跟那个种族的搞混了 种族的是racial racial 但是民族的是这么来读的 大声读一下 注意t的时候吐舌头 大声那边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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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就是民族背景 这句例子 such as 协作中用它 但口语中为了简洁 可以只用一个解词 like 像什么什么这样 那就好了 这是句例子 可以用它 我们再遍遍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以用 take... for example 就以某人某事为例 take me for example 中间这个me 也可以换成其他的事物 也行 未必一定加某一个人 以某人某事为例 这个结构也用的特别多 下面再看 我们语言表达的灵活 还有be a case in point 什么意思呢 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以后的例子恰到火候 特别合适 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 我们读一下这段语 be a case in point be a case in point 这叫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我们看例子 lack of communication causes serious problems and their marriage is a case in point 你看我后半就开始举例了 我说缺乏交流沟通 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 你看举例了 他们的婚姻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就是两个人总不说话 到最后出现问题闹离婚了 你看it's a case in point 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非常漂亮 这个顺便把它取出 还有 我们还可以用by way of illustration 也可以表示举例来说 就什么常说 那个举例来说吧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段语 by way of illustration by way of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本身就是举例 例证这么一个 就举例来说吧 我们看一个例子 other countries have totally different laws on abortion by way of illustration by way of illustration Let's look at cases of Germany and Japan 我说了其他那些国家呢 对于这个流产呢 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些法律 abortion就是流产的意思 那举例来说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德国还有日本的这些情况 你看举例来说 叫to name by the few 什么意思呢 仅举几例 就说明这例子有很多 我仅举其中的几例 我们读一下 to name by the few to name by the few 叫仅举几例 咱们看它怎么用 so many industries have been hit in the recession steal, coal, construction, to name by the few 如此多的产业都在这个经济萧条中受到了冲击 这个hit 冲击碰撞 这个recession就是经济衰退萧条 那么我举仅举几例吧 你想说钢铁啊 煤炭啊 还有建筑啊 我们说to name by the few 仅举以上几例 说明还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不能一一列举了 这个结构叫to name by the few 叫仅举几例 也是一个咱们英语中非常高频的 在举例子时候经常用的细语 咱们总结到一块 以后再举例子 相信大家这个表达就灵活了 但是希望大家反复看啊 你看一遍之后记不住 那还是用不上 好 好 本文中举的例子 你住在丁中海地区 您就爱吃章鱼 这个例子刚开头还没说完的 下面一句话接着说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y some people find a repulsive 你可能就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 这个东西难吃 恶心 you would 为什么还用would呢 依然处在虚拟区里面 还是if you lived in the Mediterranean 如果您住在丁中海地区 这个you would 还是相当于 if从距离那个主具的虚拟 还是假设这个情况 你可能就无法理解 understand home why呢 当然必于从居来 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find repulsive 会觉得它令人恶心呢 这个find 咱们多次说过 在书面中 不一定翻译成发现 找到 可以翻译成认为 或觉得 翻译成think 或者feel 为什么有人认为 或觉得它 it 就指那个章鱼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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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repulsive呢 就表示令人讨厌的 令人作呕的 令人厌恶的 令人厌恶的 octopus 令人厌恶 这里我们说了 可以把这个repulsive 换成repellent disgusting 成为revolting 表示令人厌恶 令人作呕的 都行 我们再读一遍 repellent disgusting revolting 这个表达是类似的 在这里都可以替换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就你无法理解 你为什么 有人觉得 这东西不好吃呢 我们无法理解 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像有人说 你怎么不爱吃饺子呢 那好吃不够饺子 为什么呢 照应本文中的标题 各有所爱 而且特别是第一句话说的 谈到什么能吃不能吃的时候 人们不讲逻辑 不讲逻辑